一千万哦 两千万的石头 一定要度一下我的心跳 堵石为什么要称作堵 那不就是买一块石头吗 为什么要说是堵石呢 就是凭借个人运气眼光 就来进行一种 就是翡翠圆石吧 一个交易过程 现场成交现场就可以带过去切 我们也有加工做法 就是保证您是翡翠 切开没有翡翠 所以它是可以全额退款 一定一定要堵一下我的心跳 一般就是垫它的重量了 同等大小的比越沉越好 越沉的它就是结晶颗粒比较紧密 先喷水 然后看它有没有皮包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皮包的地方 我们进行打下去 能不能看得到有点表情 最重要还是看它这个皮壳的 它这个皮壳呢 看起来就比较细腻紧密 而且翻沙 翻沙放得越好呢 它总越了 开出来里面它水得越通透了 另外一个呢 你看它这个皮壳的颜色 越黑呢 它就越容易出碎 出碎机率要大一点 我觉得这是堵石里面最有魅力的一点 就是像拆礼物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你堵的这块石头里面 会出现什么样的惊喜 我今天第一眼就看中了这一块 5554 这是我的幸运石 堵堵堵玩的就是心跳 就这块了 我认准它 所以说这个石头 跟您的经验看什么 料汁还是可以的 它主要是切除的有一些链丸嘛 所以说 像这种料汁的话 雕刻一块的 这种小的一个小百质 小百质还是蛮便宜的 一刀穷一刀夫 一刀变麻布 那可能一块石头 一个人瞬间变成亿万富翁 也有可能瞬间倾家荡成